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说主动的 我可以爱你 我允许你对我做任何事情 我不要求平等 我不要求这个权利 但是有些事情呢 等于是它是被动的 那我可能就要要求这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主动的接受不平等 在被动情况下一定要平等 所以平等是一个防卫的手段 出击的手段就是爱 防卫的手段就是平等 那你对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怎么看 女为悦己者容 我觉得正常 正常 套用她的逻辑也是对啊 就主要只要是她愿意做的 我愿意的时候 这个就是爱 被强迫的就是 那行了 我可以跟你讲讲了 这事到了韩国就不太一样了 最近说是7月25号 韩国电视台播了一节目 这综艺节目弄的都跟戏似的 你知道吗 但是也是真事 说这么一个女的 怀孕三个月她老公就揍她 一边揍她一说 你太丑了 你看你什么下巴呀 就是她地包天 而且就是说骂她的时候 这个女的骂她 这个女的就说你臭死了 为什么说她臭死了呢 这个女的因为地包天呢 牙齿咬合不好 什么叫地包天呢 下齿啊 我们要兜尘 大家你看她演员会演 地包天 就这样 因为这样你就咬合不好吧 咬合不好 吃饭的时候就容易有残渣 你知道吗 然后就口臭 就是说老公一边打她一边 臭死人能这么臭 搞得这个老婆一天刷十回牙 就这么一个 这么惨 然后她老公呢 还离家就不回家 但是呢 在韩国啊 几十家整容机构的帮助下 这个女人经历了七八项这个微整容 然后最后电视台这个节目门一打开 夸一下 她老公都傻了 完全不 我就就就就不认识 你知道吗 这个女的完全大变样 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时候主持人赶快问 老公 你还离婚吗 你离婚了 就老公说 哎呀 这个整容之后突然漂亮了这么多 离婚的事等我考虑考虑再说 真人秀啊 就是真人排好的 是真实的 真实的故事 这特别像电视购物 对啊 像植入整容的韩国的这个整容技术的植入的广告 真人广告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里边 实际上有一个我刚才问她的这个问题呢 那么就是你看啊 其实我挺尊重女性这么一说 我一看我就有点 我一看我也 哎呀 真是 汗颜 汗颜 我一看我有点不太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老公对这个女人这样 然后呢 是因为我丑 可是我整好了 咱们的婚姻就又好了 你就不离婚了 那会不会 那反过来说 我要是老婆 我能不能说 你那大金牙 你怎么不去整一整呢 我会 但是我跟你讲 我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他们结婚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三个月就开始抱打抱踹 这个 那你结婚的时候 这老婆长什么样 怀孕三个月 这个怀孕是不会引起兜唇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怀孕是不会引起 就是他可能会有黄鹤斑 就是会有斑点 或者是发胖浮肿 但是你让他这么转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结婚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 那你们是以感情为基础结的婚 还是说所谓的政治婚烟 还是商业婚烟 还是什么 你不能容忍他怀孕之后 为什么是怀孕之后 不能容忍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是当时好看 结了婚之后慢慢的 被打斗尘了 他不光是兜唇 他是说他没一个地方好看 你知道就是说这女的 对那我就是说 他怎么娶进来的 没一个地方好看的 他是蒙着盖头进来的吗 就是没见过 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时候 就不能有房市的 那个阶段 那结婚之前是蒙着脸吗 房市 不 那你知道使乱中气吧 有很多结婚的时候 是一种感觉 慢慢的就不喜欢了 这是有个生理上的问题 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只能坚持三个月吗 就是三个月 你又给做短了 我听说三年 三个月 三个月 是七年之一 就三个月 三个月 你知道我就不幸想起 就是他们老讲那个故事 就是韩国 其实还是挺男尊女背的 对 我曾经跟郭大荣导演 聊过一个事 就是那个 我的野蛮女友的 那个导演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看韩剧 我觉得韩剧 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为什么男人都那么好 又帅 然后他又懂得爱 还忠贞不渝 然后还都是这个 傅家子 你知道吗 永远都是白马王子 跟灰姑娘的故事 白日梦 对 我觉得太好看了 我觉得傅家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爱情观 就让你觉得 特别的美好 后来我就问了一下 郭大荣 我说韩剧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收视率 特别好 包括在日本 说这个 我说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们韩国男人 真的这样吗 他说你错了 他说我们韩国男人 没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 我们才要把 韩国男人拍成这样 对 说得非常深刻 这弗洛伊德的理论 讲 梦越是做得美丽 说明现实越残酷 最简单的一个比方 韩剧在韩国收视率 也非常好 是因为韩国的女性 特别希望自己的男人 能变成那样 我有一个入美的 台湾的 他跟个美国人离婚了 后来他跟个韩 他娶了个韩国人 做老婆 我们一起开派对 美国人家里开派对 我们在聊天 那个女的就拿了 两个木头榔头 就在后面敲她的背 就当着我们的面 就这么敲她的背 你知道美国人多女权 周围几个美国女生权 看不下去了 趁着台湾学生 上厕所的时候 所有人都对那个女的说 你干什么这个样子 他说很好 很好 我应该这样帮她敲 你看韩国女的训练成这个样子 这算好的了 这就是韩国这个最出名的 就是说那个战前战后 你记得吗 说二战之前 这个韩国都是男人走在前面 女人走在后面 二战之后呢 就是改了 女人走在前面 男人走在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二战留下很多地雷 就是 你就要就是说 韩国男女 Lady first 母性的伟大 光环 这就是 真的 就是 我就觉得这个事就说明 就说 你看 这也叫女为越级者容 对 但是关键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节目的结尾是什么呢 刚才你说那个 就是这个女人 整好了 不离婚了 就美容公司的广告 女人达到了满足是吗 她可以跟她继续 跟她老公在一起生活吗 对啊 悲哀 我只能说悲哀 如果是我 我一定不会 那我也会就是说 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 我也觉得你不帅呢 我要跟你离婚 对 我现在这么漂亮 市场变了 行情变了 就是如果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 外在的一个东西 去衡量 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标准的话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互相的 但是 互相的前提是 男女都有自己的经济力量 现在有很多的很多的婚姻啊 是比方说女的讲什么 干得好 嫁得好 她嫁得好的标准 是找一个上市集团的主席 她一开始就是在经济上 完全的不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 等到她一结婚 好像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终结了 对吧 好像是永远解决了 其实是完全另外一种生活 那种生活就是她 她今后生活的唯一依靠 就是这个男人对她的喜爱 不对 而我这个跟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一个反向对这句话的理解 就是说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我举个真实的例子 我姐姐 我姐姐跟我姐夫两个人结婚 我姐夫是一个印刷厂的一个老板 一年大概三十多万的收入 结婚的时候 但是我姐姐就说 你干得好 不如我嫁得好 因为我姐夫把这三十多万钱 全都给她 什么叫嫁得好 她不是一个钱的问题 而是一个心的问题 你嫁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主席 董事会 她是作用十几亿身价 每个月给你一千万 对她来讲算什么呢 我觉得不少了 但是你对一千万 但是对她来讲 但是对她来讲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三十万的我姐夫来讲 那个是她全部 所以女人要的是心 不是 女人要的是男人的全部 就是说你有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什么都得拿出来 所以你看我 这就叫嫁得好 所以你看 这才叫嫁得好 所以你看我跟女的还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我要是当个小三什么的 我就说那你 有一千万一千万 管你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有一千万 当然好过三十万了 我花的多美啊 但是我跟你讲 女人对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看重 你知道其实当小三 你有一千万的时候 你一定是想要她全部的 不然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斗争存在 你知道男人就不会为难 人家广州话 广州人有句话叫口才 口才点口黑 就是你说求财呢 还是求气呢 我看女人就是求气呢 对啊 就她就是一个全部 就是你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心去对待她 所以嫁得好 我觉得就是说你嫁得好 是这个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对你好 他可以用钱来表达 他也可以用他的所有的全部的情感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 那我就就是不如我姐 那你姐夫现在每年得超过三十万 正在你姐姐的脆弊之下 超过了 但是我那天发了一条微博 我也说我姐 我姐说半夜说 我姐说老公我想吃泡面 然后她老公说 那个说很晚了 然后老公我想吃泡面 那我下去给你煮 家里没有泡面 那我下去给你买 然后然后那个 然后我姐就说 等你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 然后我姐夫 那你到底想怎样 所以她常年印刷厂 每年只能三十几万 没别人控干别的了 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 作为一个老公在半夜的时候 她各种各种要求 然后最后她你到底想怎样 我姐就说 我老公我想吃泡面 对对 这当然了 她提供了一个女人梦想中的男人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你姐夫 够了 我觉得女人就这样就够了 你只要问这个女人说 你当你想让我怎么样 你就满足她的这个东西就完了 如果说你觉得你能力不行 你就不要去 但是我确实不行 我做不到这一点 你不要应了人间 你还做不到 这个是诚信问题 在美国这个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记住了 有女人的话 泡面多满一点 去年钟爱建立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一年后爱尔伦副总理访华 平日三年的八亿和谈 能否在九个月内达成最终地位协议 专访埃蒙吉尔摩 风云对话 新西日凤凰卫视中安排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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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州长龙欢迎您 他们这个女人讲的故事啊 都是这样的故事 对 就是女人很高 男人很低 就是或者是低姿态吧 就男人为女人服务 可是实际上在中国广大受压迫的妇女当中啊 这样的故事是少数 对 你知道吗 大多数的故事 那都是大呀 你就你知道就是哎 我都跟你说你见过 你还敢要泡面 不要说这是泡面 咱就说四川 现在很多那个农村里 我看到的还是一样啊 男人不干活啊 男人就打麻将啊 但现在还是这样啊 活都是女人干的 就中国 你哎 我还想说一个事 最近的也是一个新闻 就是说女人为男人 就至于做到什么程度啊 是黑龙江吧 你也是东北 黑龙江你听说了吗 出现了一个残杀少女的案子 那少女才17岁 就是说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这个女的怀孕了 孕妇在街上倒地 然后这小女孩扶她 然后就说哎 你送我回家吧 送回家 原来是这个孕妇啊 为了满足她老公 想给她老公找一个处女啊 什么少女啊 满足她老公 骗回来这么一个 回去就给她下药 下药就把这个女的 听说猥亵了 还是怎么着 弥奸 弥奸完了 就弄死 后来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这个女的当然自己也有胆 据说呢 她以前呢 就是给她老公戴过绿帽子 被她老公发现 然后男人的这种战友欲 我就发现耿耿于怀 没过两天就老说 老说这事 最后她觉得对不起她老公 所以她就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补偿 就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她怀孕了 现在法律还不执行她 你知道吗 但她老公不是关起来吗 听说她老公还在抱怨她 都是把我老婆可以害的 害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只能说明这两个夫妻 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就是老婆愿意为了老公 去做诱骗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老公对老婆的爱也很深 你诱骗来了 我就遵循于你 即便我要负法律责任 对啊 但唯一一点不可解 整个事情唯一一点不可解 就是你肩就肩了嘛 你何必把人家杀了 还要碎尸呢 我觉得这就把 这就把矛盾的性质 完全改变了嘛 你本来只是一个最多 只是一个强奸的罪 你现在是变成一个杀人的罪 我看到你不想付强奸罪的时候 你付的就要是杀人罪 我看到的报道是什么 就是最后杀人呢 说是男人的主意 男人这对报纸上看来的啊 就是说 就是说 所以就说到底强奸没强奸成啊 还是还是个问题 就是当时说 就准备强奸的时候 据说是发现这个小姑娘呢 这个莱莉嫁了 莱莉嫁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说 他老婆还说 说要不就算了吧 放他走吧 但是你个男人这个时候 实际他值得厉害 这怎么放走啊 一放走 两口都不都进去了 所以 一不做二不休 弄死他 坏事不能做 做着就连环的会坏下去 没错 没错 人生就是这样 不能做坏事 所以你从这些故事里 得到什么启发呢 海洛 我从这些故事里 得到什么启发 我没什么启发 一直在想 那你们就去一下广告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两岸议题 民进党是不是被边缘化 如果两岸交流 政治上变成国共交流 最后变成共产党也在助行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大 派系斗争 民进党如何达成共识 苏天堂主持人 做了中国事务委员会 但当时本来是要请 我这个宪娃个表 就是一个政策 那不要因为说 这谢长廷的菜 我就是不吃 问答谢长廷 龙兴梅凯龙 问答申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 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零九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你说起这个整容 我最近也是体会挺深 因为你看 我为了防止我这个胖 我现在都不吃晚饭 就这样虐待自己 也整个十七八道 他们都还说说 你实在也看不出什么变化 就说减肥之难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现在你们明星 我那天在节目里我还说呢 我说你说这个明星啊 你就可可见人世的轮回因果呀 说本来是出身贫寒 吃不饱穿不暖 是吧 所以去当明星 结果当了明星之后呢 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是不能吃饱 也不能穿暖 对啊 就是弄成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你看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报道 就是说什么谁啊 黄小明啊 就为了演个电视剧 中间要光一膀子 就那么几秒钟的一个镜头 那吃什么 早晨就是基本上喝果汁 到中午吃什么白水煮鸡胸 白水煮鸡胸 不能有盐 不能有油 还有一个谁啊 刘德华 因为我自己减肥嘛 所以我就注意他们吃什么 后来他们说在片场 刘德华吃饭很神秘 他从来不跟剧组吃盒饭 一吃饭总是自己单独的 就是说这是个很神秘的事 谁都不知道刘德华吃什么 我知道 你跟我们说说 你先说 我不知道啊 他们说谁都看不见 他不然看见就助理 拿点什么的就给他 他只是不吃淀粉 他只是不吃淀粉 他会正常的摄入牛肉 然后等于是那个蔬菜什么的 他只是跟我讲说 说他不吃淀粉 对 淀粉一个是会就是引起这个 那个脂肪代谢会特别快 会容易老化 还有一个他吃 他确实要很注意 因为他是乙肝患者 他是乙肝患者 所以他每天其实吃很多饱肝的药 所以等于是说 他不能摄入太多的脂肪 所以等于说 因为脂肪肝会很容易引起他的病变 是为了健康 对 你看 这是再八卦一点 他每天健身 无论多晚 对 他老婆呢 他老婆很漂亮 我是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身体 我不用得想起一句话 就是崔健曾经讲过一句话 但是他们搞摇滚的 就往往脾气不好 是吧 就是说 说这个整个这个亚洲娱乐工业 就是消费年轻人的身体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的形象造型 这个全世界娱乐工业都是一样 但是你确实觉得 我给你看看这些图片 他们说韩国练得最狠 大陆其实没几个男明星真能光膀子的 你看这是韩国的几个组合 这都是小孩 他们现在听说韩国议员 有的时候签约都要被迫整形的 你再看下边 韩国的这个组合 再看 这是这是黄晓明 就这么鸡胸 你看练得真跟鸡胸似的 你再看下边 刘德华 这家伙六十多岁的 他有六十吗 我说五十 五十 对不起 五十多岁的人 这传开裆裤一样 这个海陆说 这个我是真的是觉得是有一点 太让我惊讶了 周杰伦 说练练出了乳房的效果 是吗 我跟你说 我听说不是 说周杰伦这一两年 按说周杰伦这都算创作歌手 对 他都是练 说他得益于什么呢 他有个朋友哥们 就是开这个健美 就是搞这个健美的 健美教练 他们这个去哪 随身就跟着 他就是要练出这个了 是不是这些男明星的经纪人 都是女的 不不不不不 这个是这样 就是因为周杰伦 好像他也是因为身体上面 好像是有什么病症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 都是以肝患者的练成这样 他不是 他是真的是有什么病 好像是心脏 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必须他要有有氧的一个 他是有遗传病 好像 对 但是关于韩国整容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之前我也问过他们 就是我有韩国的朋友 我们拍刚才情的时候 是韩国团队 韩国有因为整容业的发达 在男孩子和女孩子 18岁成人礼的时候 家长会送给他们一笔钱 他们没有成人礼 就礼物没有 是给你一笔钱 让你去整容 送个鼻子 对 他是整容费 所以等于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面貌 那么的不满意 所以大家都会去整容 18岁成人的时候 成人礼会得到一笔钱 然后去整容 为什么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 特别的能够吃得开 我觉得这个是源于荷尔蒙本身的 这样的少女情斗初开的 这样的一个激素反应 我觉得就是他生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这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是不是因为观众群失奈比较多 女性观众比较多 我相对好莱坞的著名的男演员 那都身材都妈妈的 对 你就会感觉好莱坞大明星 那些男的个子也不高 对不对 靠肌肉成大明星的不太多的 不是 我觉得崔健说那个话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消费的是年轻人的身体 老年人的身体你是消费不了的 老年人拼的已经不是身体了 因为他其实拼的是智慧的部分 所以你说好莱坞的大明星 基本上成名的没有年轻的 达斯尔霍斯曼 霍夫曼 那就是说那中国的消费主体的问题了 当然 对不对 中国的消费主体是小孩吗 当然 中国的消费主体这个是被家长养成的 就是说孩子你要什么 永远现在无论什么样的家庭 无论你月薪多少 一定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那当然是消费年轻人 所以中国这么幼稚的 搞的很多个玩意儿 你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孩子是最好的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是最好的东西 所以你会为了这个孩子 为了孩子连婚都不会离 你当然是小孩 我认识的那个好爸爸 他追什么星 他追的就是他女儿的星 他女儿追谁 他就追谁 当然 不惜一切代价 给女儿搞个明星照片 签个名 其实这个不也是吗 偶像追谁 他也追谁 对 偶像看签签三人行 他也来签签三人行 不过这偶像岁数不小 这个偶像有点仓 肌肉不知道怎么样 我是喜欢老男人的那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 西安楼棺文明